先開始我們來關心 這第二次的國中這個基本檢驗 今天開始考試 全國有十二萬七千多人報名 是創下人數上級記錄 會知道是新科英文 或新的感覺說 這困難度到第二次是差不多多少 會報呢 要繼續來考國文 還有作文 報後第二次的國中集齊的機會 全國十二萬七千多名高薪 要為你去理想的學校 做最後的打拚 我第一次是397 那很高啊 然後申請副總合名上 所以才來考第二次這樣 對 因為沒有新進就有學校 才要來考第二次的學生還不少 但是思思上今年新進立學比例提高 還有免費立學 很多人都有學校投 所以第二次的報名零數 只有十二萬七千多人 跟九年比起來 減少二萬四千多人 創下立書新加 但是不管考幾次 高薪都是希望可以考好 創下在早上的英文 跟頭一次的記憶差不多 賣拍下 只要事前有做好 充分的準備 就可以應付的從容 有一些比較難的 譬如說概念 因為我記得好像都還蠻簡單 對不對 就是考比較多 代名詞的部分 會報告有顧問跟作文 高薪希望作文的題目 可以跟頭一次的記憶 高薪要合作經驗一樣 賣相拍下 記者林秀博新見面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